他说有两个电池的1.5伏特串联 好这一写好了对不对 总共3伏特 那么连接两个相同的电灯泡 那每个电灯泡呢44欧姆 那你看这个两个电池是什么呢 串联吧对不对 串联 那么请问你通电20秒以后 消耗的总电能是多少加2 好又来了 公司要哪个啊 串联要什么公司串联的话 1的什么 是不是用 你用I平方RT 可以 其实你也可以用R分之V平方T 两个都可以用 我两个算面给你看好了 好不好 来如果你用I平方RT的话 请问你 电流是什么 总电流是什么 总电流 是不是要公司V等于IR V的话的话V就是3 I就是你要的答案 R呢4加4应该是8 所以你的I的话 I是8分之3吧 所以带公司进去 就变成了8分之3的平方 乘上R R是8吧 然后乘上T T是20秒 这样听懂吗 好所以说的结果 结果等于8分之9乘以20 再约分 2分之5 所以变成了22.5 对不对 所以它就22.5 没问题 那你可以用R分之V平方T 也可以 我顺便给你看 来总电阻 因为提问是问总电的嘛 你要找总电的话 你要找东西 找总电阻跟找总电压 所以总电阻 总电阻就是4加4 8 然后V呢 就是3 所以变成3的平方 然后直接乘以T 25 好那一样结果呢 约分约分 也是一样 2 5 所以一样是2分之45 所以看到没 达引是一样22.5 所以你不管用这个 I平方RT 或是R分之V平方T 都可以 那只是说我会建议 是因为这个题目的 那个串联跟并联还算简单 没有特别复杂 所以你用这个两个都可以 有一题目 我告诉你啊 串联就只能用I平方RT 对 串联要用它 并联要用它 而且这个题目的两个都可以 会了 好